那哈林哥對想戒煙的人有什麼想跟他們說的 我覺得就是要能開始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有過程 其實就跟減肥一樣 他會有個撞牆期 然後你戒完煙你自己會 譬如說有的人大吃大喝 像我會想吃零食 可是就是小小的痛苦換來大大的幸福 這個大家算一算是一筆很划算的 所以哈林哥撞牆期的時候是怎麼樣讓他度過的 我剛剛有說 我說我對我自己的意志力 就是除了畢業這件事以外 就是從戒煙得到證明 就是我的意志力非常堅強 就是再難過 然後吃再多東西我也不願意 我前面已經幾個月成功了嘛 如果再抽功虧一虧 我覺得我是可以控制自己的人 我覺得這個對自己的一個成就感 跟那個肯定是很重要的 就對自己的腦部的這個結構一個認定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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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